理事長有沒有什麼話要說 年初現身臺南地院 他是南市區議會理事長林仕傑 涉及政府議長會選案 遭到了調查 當時林仕傑低調不回應 如今在家門口遭到的槍擊身亡 跟一審判決無罪的案件有關嗎 林仕傑涉入了政府議長會選案 判決書載明了 當時他被指控恐嚇市議員方一峰 方一峰控訴說 林仕傑告訴他25號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不要出席 一個就是投自己 總之就是不可以投給國姓良 凶惡的口吻讓放一封心生恐懼 惠選案被控恐嚇 林仕傑當時以去爬山為理由 沒有出面 但他的女兒現任臺南市議員林依廷 為了捍衛爸爸出面開港國姓良 政府議長會選案一審出爐 地檢署提起了上訴 二審開庭前夕 林仕傑身亡引起了揣測 擔任南市區漁會理事長的林仕傑 在意外之前和他共事的漁會總幹事回憶 前一天兩人還去參加公祭 林仕傑出席漁會活動 看不出來任何的意狀 除了當漁會的理事長 林仕傑還有台南市商業總會的前理事長身份 台南商業總會會員包含了旅館百貨當鋪經營珠寶等同業工會 年底就要改選影響力之大可想而知 外傳林仕傑有支持的人選 真相關係活絡的林仕傑家門前被槍殺 是一槍背後的殺機 是為了財還是為了權 引起不少揣測 三連新聞 何正鳳 許士廷 俊榮 台南報導